喜欢养月季的话有看过来 这个就是月季的枯枝 根斧远斧 月季出现了这种枯枝 我们剪掉是治标不治本的 剪了之后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出现 长出来的新芽也跟着完蛋 因为这不是枝叶的问题 问题是在根部 以前解决这些问题都很麻烦 都是用二枚林定期定量 每个月用一到两次灌根 而且效果不明显 现在有了一个更简单高效的方法 那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直接撒在花盆表面 每次浇水或者下雨 就会渗透到根部被植物吸收 效效能够持续两个月左右 接下来两个月之内 养月季就不担心以上问题了 像家里爱烂根的多幼植物 兰花的根斧圆斧 蟹爪兰的叶片化水发黑 长寿花叶片发霉 绣球花的枯枝等等 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它来预防